我们看第二个知识点 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作为租赁的分拆与合并 这个题目本身就和收入极其类似 我们收入源于合同 首先要识别合同 收入的合同必须满足五条 并且收入的合同也有合并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租赁的分拆与合并 先说租赁的分拆 租赁合同中同时包含多项单独租赁的 这个地方在收入里边 我们叫单项履约义务 你先大概了解一下 租赁里面叫单独租赁 那么如果一个合同包含多个单独租赁的 乘租人和出租人呢 应当将合同予以分拆 并分别各单项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好 我们先画一个休止符 先停一下 也就说 假如这个租赁合同里面 同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独租赁 我们针对这个单独租赁 来考虑 它的确认计量 我们要按照单独租赁来核算 假如说我一个合同里有两个单独租赁 那就分别按两个单独租赁来走 但是呢 我们接着看 如果你的租赁合同中既有租赁 又有非租赁的 也就是说你的合同中有租赁还有非租赁 这是怎么办呢 长族人可以选择不分拆 也可以选择分拆 如果长族人选择不分拆的 那就将各租赁部分及其相关的非租赁部分 分别合并为租赁 按照租赁准则进行处理 这什么意思呢 我来告诉大家啊 假如说我这合同里面 有两个租赁 有两个非租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的租赁叫A 还有一个非租赁叫A匹 我这有个租赁叫B 还有个非租赁叫B匹 也就是说A跟A匹相关 B跟B匹相关 如果我选择不拆分 不拆分的话呢 你就按照A加A匹租赁和B加B匹租赁 两个单独租赁来核算 两个分别合并为租赁 你分别合并为A租赁和B租赁 任务老师不对 那不是不分拆啊 不分拆是说 租赁和非租赁之间不分拆 是A和A匹不分拆 B和B匹不分拆 但是AB这作为两个单独租赁的话 必须分拆 分拆不分拆都得分拆 就像我们合同中那个单项履约义务 收入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你必须单独算 因为我们收入是按照单项履约义务算的 我们租赁是按照单独租赁算的 只要是 你说不分拆 是这个租赁和非租赁之间合在一起 但合完之后应该变成一个单独租赁 要把单独租赁分别考虑 分别合并为租赁 就这意思 那么如果选择分拆的呢 要选择分拆的话 无论是租赁部分还是非租赁部分 继续做到彻底分拆 那么就拿这个例子来说 怎么彻底分拆呢 A是租赁 A票非租赁 B是租赁 B票非租赁 如果我们要是选择分拆的话 分成四块 租赁有AB 非租赁有A票和B票 这四块都要把它切开 这叫彻底分拆 大家根据我这例子来理解这句话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作为租赁的分拆也有个流程图 首先我们问 合同是否包含了多项单独租赁 说是的 那么成族人和出租赁都应当进行分拆 要是没有多项单独租赁呢 那么就问合同中是否包含了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如果说没有包括租赁部分非租赁部分呢 你就做单独租赁了 如果包括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的 先说出租人 出租人按照14号准则 收入 把你的交易价格分给租赁和非租赁 就相当于 你看跟收入联系了吧 按14号准则就收入准则 收入准则交易价格分给谁 分给单项履赁义务 相当于 作为出租人一方啊 我面对着两个单项履赁义务 那么有租赁有非租赁吗 所以我的交易价格分出去 那么作为成族人呢 成族人是否选择简化处理 你要是简化处理了 比如说选择部分拆 全部按照21号准则啊 来处理 你要不分拆 按21号准则 就是按租赁准则 当然这租赁准则啊 21号就租赁准则 你不分拆 也是按单项租赁来考虑 是说那租赁跟分租赁不分拆 租赁跟非租赁不分拆 但是租赁和租赁之间 还是要分拆的 那你要选择 你要是不选择简化处理的 成族人怎么办呢 按租赁部分和非租赁 非租赁部分 这个单独价格比例分摊合同 对价 这就是彻底分摊 彻底分开 租赁部分呢 你按照租赁准则 非租赁部分 按其他准则来处理 其实这个流程就是告诉大家 假如你的合同中是 既有租赁部分 又有非租赁部分时 你要不分拆 你就把租赁跟非租赁部分 相关的那个合并在一起 做一个单元 把租赁拆开 说的是你选择不分拆 也是把租赁分拆 也是把租赁分拆 按单独租赁 但你要选择分拆呢 就是租赁分租赁 你都把它切碎了 切成块 这就彻底分拆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后续我们通过题目来掌握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租赁的合并 作为租赁合同的合并 它这个道理跟收入合同的合并 是完全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企业与同一交易方 或者其关联方 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内 定了两份或者多份 包含租赁的合同 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处理 下列够一个条件就得合并 什么条件 第一个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 基于总体商业目的 而定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若不作为整体考虑 则无法理解其总体商业目的 也就是说 合同虽然是两份 但两份之间是一揽子交易 比如说这两份合同 有一个X合同 还有一个Y合同 你这么单独一看 这X合同都亏好多 你一定怀疑 怎么回事 都亏了 明眼人都看出了 你为什么还做呢 但是你再看看Y合同 它又赚了好多 然后你把XY放在一起 一看 人家最终还是合适的 这就说明XY两个合同之间 互相关联 这是一揽子交易 有的时候我们处理问题时 我们可能要全盘考虑 不要局限于一个局部 所以在局部上可能有所损失 但是全盘是盈利的 这也没问题 就像我先给大家讲 我们考注快 虽然刘老师是跟你讲会计的 刘老师也是希望你 把注快这几门课都考过 那才叫注字快试呢 所以刘老师经常提醒大家 我们不能为了一场战役 而输了整个战争 对吧 有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纠结 把时间用在一个地方 你要均衡处理 最终把六门全过 你才真正的是通过了 注快的专业阶段考试啊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你考注快 这几门课程也是一揽子交易 这个大家要来理解它 那么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某份 合同的对价金额取决于其他合同旅行 还有这种情况 你这个合同不旅行 假如说你旅行完了A合同 你还得旅行完B合同 你要是不旅行完B合同 A合同钱也拿不到 所以这两合同之间有内在关联 这种情况下也叫 也属于应该合并的 或者是两份或多份合同啊 让多的资产使用权 合并起来是一个单独租赁 我们收入里叫单项履月义务 租赁这叫单独租赁 他俩是如出一辙 所以你一看租赁呢 你觉得挺抽象 其实你学完收入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收入的合同合并啊 跟这的合并 道理是一样的 当合同中的两项义务 指向一个方向 构成一个单项履月义务时 你的这个收入合同是要合并的 当你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同 让度资产使用权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单独租赁的 你的租赁合同也该合并 这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针对上述内容 咱们一起看一道题目 这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从义公司租赁了一台推土机 一辆卡车一台长臂挖掘机 用于采矿业务 这是采矿的基本加大 有了推土机 卡车 挖掘机 把这山头扒开了 就可以挖铁矿了 这个当然有的地方 这铁矿真是这样挖的 那么租赁期为四年 义公司同意在整个租赁期内 维护各项设备 加从义那租来的 三台设备 推土机 卡车 还有挖掘机 那么同时呢 期限四年 而且已还同意维护 这一维护的话 这三台设备对着三台设备的维护 这里就有六个 六个事项 三台设备加三个维护 这是六个 三台设备也可能是租赁 三个维护是非租赁 我们继续看 合同固定对价是三百万 二年分期支付 每年支付75万 合同对价包含了各项设备的维护费用 也就是说你给人对方的钱里面 既有租赁费也有维护费 甲公司呢 未采用简化处理 也就是说甲公司没有不合并 没有不分拆 要不分拆的话 咱就把这个三台设备做三个租赁来看 把那对应三台设备的维修呢 就合在一起了 他要是选择不分拆 而甲公司未采用简化处理 没采用没分拆 那就是分拆 而是将非租赁部分与租入的各项设备呢 分别进行了快捷处理 它是彻底分拆的 那么要彻底分拆的话 怎么做呢 很显然 要彻底分拆的话 三台设备是三个租赁 三台设备的服务是三个服务 这里有六件事 加在一起拆成六小块 这就对了 我们看啊 A选项 甲公司确认租入的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 分别属于单独租赁 没错 这属于单独租赁 这是三个单独租赁 甲公司确认租入的推土机卡车长臂挖掘机 属于一项单独租赁 那肯定不对了 你把三个合在一起不对 这是三个单独租赁 甲公司确认租入的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的维护费用属于一个非租赁 非租赁部分是不对的 甲公司确认租入的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的服务属于三个非租赁部分 两个三加在一起是六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A和D 好 这里边呢 也就是提醒了一个 假如一道题改成了 选择简化处理 它是三个单独租赁 是推土机卡车和长臂挖掘机 这三个设备加他们各自的服务构成三个单独租赁 那叫简化处理 那么现在没选择简化处理 要是分拆的话 做彻底分拆 就是三台设备加三个服务 一共六件事都把它拆零碎 这叫彻底分拆 所以呢 有三个服务 三台设备各自都是独立的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A和D 好 我们来继续看 成前例 这是一道多选题 还是在上一例中来的 成前例 咱接着说 如果市场上有多家供应商 提供类似推土机卡车的维修服务 那么因此呢 这两项租入设备的维修服务啊 存在可观察的单独价格 还有单独售价 那么假设其他供应方的支付条款 与甲乙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相似 甲公司能够确定推土机和卡车 维护服务的可观察单独售价 分别是16万 8万 长臂挖掘机是高度专业化机械 其他供应方 不出租类似的挖掘机 或为其提供维修服务 以公司对从本公司购买相似 长臂挖掘机的客户提供 四年的维护服务啊 可观察对价为固定的28万 分四年支付 说白了 别管想什么发 最后这三个服务的单独售价 咱们确实都找到了啊 分别是16万 8万和28万 我们再看 因此呢 甲公司估计长臂挖掘机 维护服务的单独售价是28万 甲公司观察到 以公司在市场上单独出租 租赁期为四年的 推土机卡车长臂挖掘机的价格 分别是 这里边有一个90万 58万和120万 90万 120万 这是210万 再加上58万 268万 也就是说这三台设备的单独售价之盒 是268万 再加上三个维护费的 我们最后算比例 来分摊这总的交易价格300万 假定不考虑折线及其他因素 甲公司关于该项租赁业务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我们来看 甲公司应当确认 推土机的租赁付款额是 84万3750 甲公司应当确认 卡车的租赁付款额是 54万3750 甲公司应当确认 长臂挖掘机的租赁付款额是 112万5000 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看不出来咱得算 甲公司应当确认的 推土机卡车长臂挖掘机 三项维修服务 费用的总额是52万 这有门 8万16万 8万16万 这是 24万 24万再加上 28万 你别说真是52万 那么就是说 他们这个服务费的总和是52万 但他是那单独售价52万 那么单独售价52万 最后分给他多少呢 那未必是52万 所以啊 你别看前三个对不对 咱不知道 这第四个应该一眼看过去 他就不对 好 我们去来看一看 到底谁是正确的 本题的正确选项 真的是ABC 老师你前面连算都没算 你用排除的方式把D给排除掉了 这题你就给分拿到了 这叫歪打正着 这叫歪打正着 其实考试时是不能用这个法的 我们很少能碰上这样的好事 我们还得老老实实的来算一算 首先呢 我们知道ABC都是对的 到底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算一下 假公司将合同对价300万元 分摊到各个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其实 是把300万切了6份 这个思路呢 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直接切6份 还有一种啊 先切两大份 把300万切到租赁里边一大份 切给非租赁一大份 然后租赁里边再切成三小份 非租赁再切成三小份 最后还是6份 你是直接切6份 还是先切两大份 再分别切三份 道理是一样的 这事你要不明白 你搬一个锡过来就明白了 你是直接切6份 还是先切成两份 再分别切三份 最后不都是6份吗 对吧 我相信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就好办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三个租赁的单独价格总额是 加在一起是268万 我们三个非租赁的 单独价格的总额是 52万 一个268 一个52万 这都是单独的价格总额 咱们租赁里叫单独价格 到收入里这地方 叫单独售价 大家记着老师的话啊 咱们先慢慢学租赁 别着急 学完租赁学收入时 你在对照租赁这么一看 你才发现 他俩如出一辙 并且很多地方呢 是租赁学的收入 因为是先有收入准则 后来的这个修订后的租赁 他们是这么个关系 那么租赁为了体现跟收入不一样啊 叫什么呀 你叫单独售价 我叫单独价格 你叫单项履约义务 我叫单独租赁 说的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在收入里边 把交易价格分给各单项履约义务时 就是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的 单独售价的比例来分摊的 那么在租赁里边 同样是这样一个分摊过程 来看啊 租赁的三项的总额是268 非租赁的三项维修的总额是52 那么分摊率是多少呢 我们就用300万除以268加上52 算出一个比率来是93.75 用这93.75乘以分别去乘三个租赁和三个非租赁 就算出了分给三个租赁和三个非租赁的交易金额 交易价格的金额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里边用推土机 90万乘以93.75% 卡车是58万乘93.75% 长臂挖掘机是120万乘以93.75% 分别是84.3750 54.3750和112.5 我们算完之后呢 其实最后是251万2500 这是三个租赁分来的总的交易价格 同样道理这个维护服务呢 16万乘以93.75% 8万乘以93.75% 28万乘以93.75% 最后分别是1575万和262500 最后最后是487500 加在一起 251万2500加上487500 最后加在一起是300万 这是我们要算的这个总的交易价格 还是这样的 所以呢 本期的正确选项是ABC 三个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单项许多题 甲公司从乙公司租入一辆汽车 租赁期两年 租赁费用共20万 同时乙公司还要向甲公司派一名司机 租个车派司机 这个很好理解 我租你车你带司机来嘛 对不对 该名司机在租赁期内按照甲公司的安排 驾驶该租赁期车 不考虑折现和其他因素 司机在租赁期内按甲公司安排去驾车 虽然是司机驾车 但是甲来安排是甲主导 甲能主导的话 那显然这已经是租赁了 这确实是租赁 但这里边呢 有车 有司机 有租赁 有非租赁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进来看 下列各项关于上述租赁交易会 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以公司分担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分别按照租赁准则和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按理说是应该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租赁非租赁 你要这样做的话是没问题的 租车是绝对租赁 司机是提供的一种驾驶服务 他有非租赁 那么应该分别呢 按照租赁非租赁去考虑 你说怎么考虑呀 车有车的单独价格 你就是顾司机 有他的行情 有顾司机的价格 把你总的这20万的交易价格 分给租赁跟非租赁 按这个比例去分就可以了 B选项 以公司案租赁准则 每月确认租赁收入0.83 就是20万除以两年的 这肯定不对 你没有分清这车和司机 以公司按收入准则 每月确认这服务收入 这不是收入 这里还有租赁呢 我们租赁合同是租赁合同 收入合同是收入合同 它俩不是一个概念 假公司按照接受服务进行会计处理 你完全否认了那个车的租赁 也是不对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 只有A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合同中同时包含租赁跟非租赁的 乘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和非租赁部分进行分拆 分拆时 各租赁部分应当分别按照租赁准则行会计处理 那么非租赁部分按照其他准则行处理 当然除非明确说我不分拆的 除非明确 没明确的就得分拆 我印象中啊 这道题是曾经过往的真题 你看 真题并不难 但他要考你什么呢 就是考你对这事的理解 租个车来带个司机 这叫什么呢 这叫租赁加非租赁 那么没说选择简化处理 不分拆 你就得分拆 分拆时怎么分拆 就是按照各自的单独价格的比例去分的交易价格 那才叫分拆 并且一旦分拆 就得拆彻底 彻底把它分开 好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支点 租赁期 前面讲到各个支支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是围绕什么是租赁来的 租赁无非是三个要件三个要素 三个 一租赁期 二 以识别自然 三 对以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那么好像我们把这个目光都盯准了 以识别资产的认定啊 对控制的判断呢 确实我们把精力放在这了 我们好像不在乎这个租赁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租赁期好像也没什么 哪个租赁没有期间 哪个期间不容易判断呢 但事实上 真正到租赁业务里面 租赁期也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租赁期是指成族人有权使用租赁资产期不可撤销的期间 成族人有续租选择权的 有权选择续租该资产期 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权的 也就是说这个租赁期还应当包含着续租选择权涵盖的期间呢 如果成族人有终止租赁选择权的 那么既有权选择终止租赁该资产 但合理确定将不会行使选择权的 租赁期应当包含终止租赁选择权涵盖的期间 就这样的内容啊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 你不用说念 你这么一听就崩溃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感觉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假公司租乙公司一栋楼 好吧 这租楼租多长时间呢 租五年 但是五年后呢 还有五年的续租权 首先这五年是个租赁期 那么五年的续租权 算不算这租赁期的一部分呢 这叫有续租选择权 在这个时候啊 如果有续租选择权 你就看看这假会不会续租呢 假如通过各方面的事实和情况判断 假非得续租不成 因为只有续租才对假来讲是核算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叫什么呢 叫合理确定假会行使选择权的 所以租赁期 不仅是这五年 还要包括了续租的五年 因此一共是十年 这时候 租赁期里含着 行使续租权的那个期间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我再举个例子 第二种情况 还是假租一栋楼 租多长时间呢 一租租了十年 十年 十年啊 但是 合同中规定 五年后 五年后 假作为成族人呢 他是有权选择终止的 翻译过来就说 合同咱先写十年 那么过了五年之后呢 假愿意终止不租也行 这叫假有终止租赁的选择权 这时候 我们 今天的租赁期 按五年算 按十年算呢 这时候啊 我们就得看看 如果成族人 有终止租赁选择权 那么 但是 合理确定 他不会行使 这个选择权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呢 你虽然有选择权 但是我们可以合理认定 你不会终止的 因为你一旦终止 在别处就租不来 这么好的房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 还应当 在租赁期中 包含着 终止租赁选择权 含着的期间 你把后部这五年 也得包含 所以最后租赁期 还应该是多少呢 十年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租赁期是活的 假如是五年 加续租期 那就变成十年 说是十年 如果 有终止选择权 你不选择 你还得把那个 终止选择权 覆盖的期间给加上 如果你选择呢 你还得把那个 给减掉 在总数中减掉 到底是加还是减 这个 要根据题目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所以说到这里呢 你一定会注意到 即便是租赁期 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真正在题目中 我们也是要用心的 去分析的 即使看起来是那么的简单 我们依然要用心的去学 否则这个地方 你还是容易出错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租赁期开始日 在租赁期里边 有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叫租赁期开始日 是指出租人提供租赁资产 使其可供成租人使用的 起始日期 也就是成租人开始控制租赁 资产使用的日期 什么时候控制使用 什么时候就开始日 有的时候呢 这个租赁协议中啊 对起租日啊 租金支付时间等等有约定 这种约定不影响租赁期 开始日的判断 那快告诉我 约定不影响这个租赁期 开始日的判断 请问租赁期开始日是哪一天 一定是成租人开始控制租赁赁 使用的日期 控制使用的日期 那么如果只有成租人有权终止租赁 则在确定租赁期时 且应将该项权力视为成租人 可行使的终止租赁选择权 予以考虑 如只有出租人有权终止租赁的 则不可撤销的租赁期 包括终止租赁选择权所涵盖的期间 这个内容呢 大家从客观体角度来把握它就成 那有所了解就成了 好我们继续看 续租选择权和终止租赁选择权 刚才给他说过 在租赁期开始日 你取得这个资产使用权的控制的时候 这一天是开始日 企业应当评估成租人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续租或购买资产的选择权 或者将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你要不行使终止的话就得加上 在评估时 企业应当考虑对成租人行使续租选择权 和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带来经济利益的所有事实和情况 这要根据事实情况来判断 考试时我们要认真分析的案例给出的条件 包括自租赁期开始日 到选择行使日之间的实时情况的预期变化 都要考虑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对租赁期和购买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当发生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的 一定是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 那么且影响成租人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的 成租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呀 购买选择权呢 或者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便根据重新评估结果来修改租赁期 我们后续租赁的变更 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发生改变时 我们还是要重新修改租赁期 对它进行调整的 好 那么针对上述这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租赁期的有关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在某商铺的租赁安排中 出租人甲 在21年的1月1日将房屋的钥匙就交给了承租人椅 什么时候给钥匙 1月1日 承租人椅啊 收到钥匙后 就可以自主安排对商铺的装修布置了 拿钥匙就可以装修了 并安排搬迁 但是合同约定 有三个月的免租期 起租日是4月1日 也就是说人家从4月1日才收租金 成租人椅呢 自起租日开始支付租金 租赁期开始日是哪一天 你要是从交租金看 4月1日 但是实际上是1月1日 为什么呢 这里不是你交租金 而是对方给你交钥匙 交钥匙是什么意思呢 他交钥匙 意味着你取得了这项资产的使用权的控制 拿了钥匙了 你可以装修了 你可以安排搬迁了 这房子由你主导使用了 这时候就是租赁期的开始日 因为我们对租赁期开始认定是什么 是取得资产使用权的控制当日 所以本题说租赁期开始日是 21年的1月1日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B选项 常租人秉玉出租人丁 签到了一份租赁合同 约定自租赁期开始日 一年内不可撤销 自租赁期开始日 一年内不可撤销 如果撤销 双方将支付重大罚金 一年期满后 经双方同意可再延长一年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将不再续期 且没有罚款 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 不再续期也没罚款 假设成族人对于租赁资产 并不具有重大依赖 没有什么依赖 续不续租 无所谓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一年 现在不续租也没事 那么因此成族人秉玉出租人丁 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就是一年 没把这个延长一年加上 这是对的 因为你不加 不续租也没罚款 人家成族人对这个租赁资产也不依赖 租不租都行 不租也不罚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能认为它合理的续租的 所以我们就得只算一年了 所以这个说法正确的 我们再看C选项 成族人S签了一份设备租赁合同 包括四年不可撤销的期限和两年固定价格续租选择权 续租选择权期间的合同条款和条件与市价接近 续租是跟市价接近 没有终止罚款或者其他因素表明成族人S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没说必须行使 因此在租赁期开始日 确定租赁期限是四年 四年不可撤销两年的续租期 也就是说 没有因素表明它会行使续租 那咱就按照不续租算 所以还是四年 好 C选项没问题 我们来看D选项 成族人S签了一份建筑租赁合同 包括四年不可撤销的期限和两年 按照市价行使的续租选择权 在搬入该建筑之前 成族人S花费了大量资金对租赁建筑进行了改良 什么改良就装修吧 主要装修对不对 预计在四年结束时 租赁资产改良仍将具有重大价值 好不容易改良完了 即使租期结束四年还有价值 并且呢 该价值仅可通过继续使用才能实现 因此成族人N应当确定的租赁期是四年 你看好 四年不可撤销 两年续租还是按市价 你租别人的也是市价 你租接着租 价格没增 但是你那改良的价值还可以继续实现 这时候你要是四年就亏了 应该是多少啊 你最好是四年加上你那两年续租期 应该是六年才是合适的 所以呢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BC 三个选项 具体的解析过程 我不再多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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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